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赵丽颖主演与凤行央视紧急催播,开播时间待定,粉丝巧手期盼 与凤行被受期待的原因在于其引人入胜的剧情和强大的演员阵容 这部古装剧吸引了无数观众的关注和期待,让我们一同深入剖析这部剧的魅力所在 剧情方面,与凤行将带观众进入一个奇幻的世界,主线故事围绕着必仓王沈黎与神君行指之间的爱情展开 沈黎,由赵丽颖扮演,是一个身为魔剑女王爷的坚强独立女性 她因政治联姻的阴谋而身受重伤,坠落人间,与行指神君交源于一场神秘的交易 这个奇幻的设定为故事注入了浓厚的仙侠和神话元素,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充满幻想与感动的世界 赵丽颖在剧中饰演的沈黎成为整个剧情的核心,她的表演将呈现一个坚强,独立的女性形象 赵丽颖的甜美外貌和出色的演技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沈黎身受重伤却依然不屈不挠,勇敢地面对困境,这个角色注定会成为观众心中难以忘怀的存在 与此同时,男主角形指神君由林更新出演 林更新以其出色的演技和个性魅力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在剧中,行指神君是一个神秘,高冷的角色,她表面冷酷无情,却隐藏着深深的情感 林更新将如何诠释这个角色,成为观众翘首以待的焦点之一 除了主演之外,实力派演员也未与奉行增色不少 曾黎在剧中饰演沈黎的杨母沈默月,是一位严厉且不怒自威的角色 她以其出色的演技和魅力为这部剧注入更多的张力 欣云来则在剧中扮演魔戒大将军幽兰,展现了一个忠诚勇敢的形象 何宇则出演天地的儿子云浮,为剧情增添了温文尔雅,善良纯真的元素 制作团队的经验和实力也是与奉行备受期待的原因之一 导演郑伟文和邓丽奇作为业内资深人士 他们的指导能力和对细节的把控为这部剧的质量保驾护航 同时,制片人赵丽颖和林更新的加盟更是为这部剧增色不少 他们在演艺圈中的丰富人脉和资源,对于剧情的把控和演员的选择都将为观众带来更多期待 虽然这部剧还未正式播出,但预告片和剧照已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引发了众多观众的热议和期待 观众们对于剧情和演员阵容都表达了极高的期待,期盼着这部剧能够成为一部古装剧的精品立作 然而,随着期待值的提升,一些观众也对剧集的制作质量表示了一些担忧 认为一些细节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这也反映了观众对于古装剧的审美和品质要求日益提高 在这个信息高度传播的时代,制作团队需要高度重视细节 以确保剧集的整体质量能够满足观众的期望 据悉,与凤行暂定在江苏卫视和浙江卫视双台联播,而网络平台腾讯独播 这个播出计划也让观众对于这部剧充满了期待 预计在第一季度上线,观众将有机会尽快欣赏到这部被受瞩目的古装剧 总的来说,与凤行以其引人入胜的剧情 实力派演员阵容以及制作团队的专业水平 成为被受期待的古装剧精品 观众对于这部剧的高度期待,将在播出之后迎来一场试听盛宴 希望这部剧能够不负众望,成为古装剧领域的一颗耀眼明星 最近,与凤行的播出备受关注,而央视紧急催促各大电视台 尽快播出这部被受瞩目的古装剧 这部剧由赵丽颖担任主演,她一直以其精湛的演技和魅力备受赞誉 这也让观众对这部剧充满期待 赵丽颖一直是演艺圈被受瞩目的女演员之一 她在过去的作品中展现出了出色的表演技巧,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而这次在与凤行中,她将以全新形象出现,她的加盟也使得这部剧备受瞩目 虽然目前播出时间尚未确定,但赵丽颖的粉丝们期待已久 与凤行的快速播出成为了他们最大的期待 央视紧急催促各大电视台加快播出进度,以满足观众的渴望 让更多人能够欣赏到这部被受期待的作品 这部剧的制作精良,演员阵容强大,加之赵丽颖的出色表现 使得观众们对其期待值高涨 因此,各大电视台尽快安排播出与凤行 也能够为广大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电视娱乐体验 王一博打破设定人设,粉丝圈欢呼不止,搞笑点滴引人注目 王一博多年经营的人设,没想到如今被自己给整破房了 那就是酷格变应该了 谁都没想到,这个词居然会在王一博身上出现 如今的王一博,好多人说眼神变了 我们看着是柔和了,小黑子们说没光了 瞧把你能耐的,口吐莲花这词,也只能用在粉圈 王一博出道时,因为高冷的气质 眼神中的那份犀利,有种给人酷中仙气的距离感 再加上蓝忘机这个角色的出圈 配合王一博的酷,酷格成为了王一博的人设标签 在大部分都熟悉这个词的时候 没成想,在这一年中,王一博逐渐给你打破 他开始不分场合的笑,孩子带奶里奶气的甜 让人招架不住,瞬间感觉他根本没有那么冷 反而平易近人 近日王一博多次出席活动 不争气的他,面对镜头总会有意无意之间的笑 配合他脸上的奶镖,天生的白皮脸 剪短头发后,整个人稚嫩不少 网友都感叹,这是吃了什么,还是干了什么 为何如今看王一博,反而有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感觉他又变嫩了呢 不说别的,以前他爱斗的时候,过点成熟化 他的少年感总会在妆容中,显得老成了许多 如今却有种反扑归真,越素越年幼 是的,没有错,如今的王一博有种婴幼儿的即逝感 这个认知很快在王一博的粉圈席卷 瞬间激发了不少人的关注 王一博无疑是当下娱乐圈中 作用妈妈粉圈比率很高的存在,有言有实力 对他的宠药从不来虚的,比如小肥妖 哎呀,不好意思,开始吹捧了 好了,不多废话了,看一下王一博的粉们 这群人不愧是摩托大军,都是人才聚集地 这段时间他们开始浪得飞起,都在奔赴澳门 为王一博摇旗呐喊 不过线上的他们,相当会整活 看到王一博不争气的笑,把自己的裤给整丢了后 果断给他送上新的称号 那就是英俊 非常符合当下的王一博 美好的形容词很适合他 婴儿配幼儿,各种词语统统换一下 瞬间有种回到幼儿园的感觉 这群浪道飞起的粉丝 难怪王一博不爱搭理他们 真的无欲中带着好笑 什么英气勃发 什么金英奖 什么诱惑力 什么武林盟主 还有一段不俗的文案来安利便嫩便幼的王一博 来欣赏下他们的神作 导致期很长 长相很英俊 很有诱惑力的猫头鹰 穿着精英西装 英姿勃发地成为了本届精英奖的男主角 婴儿这次配上王一博 果然是笑耿平出 欢乐无穷 小肥腰干拜下风 只想说 我以为在吹捧的路上 自己有种天花板的存在 可是在粉圈里 可谓是小欧陷大欧 是我低估了粉圈的厉害 就是想说一句 如果这让王一博知道 他会一头雾水 往后出席活动 一定要憋着 不能随便笑 一不小心就会被粉丝们给当笑梗了呢 我是小肥腰 吹捧王一博从不来虚的 这些天快被婴儿和幼儿的王一博给整开心了 我家大伯伯这么招人喜欢 能不开心吗 粉圈自娱自乐想来和王一博没关系 可是他们从来不会让他错过任何的热搜 转型电影圈的王一博 很接地气 也逐渐回归自我 随性而自由 提醒一句 各位狂欢的同时 也要适合而止 年底的活动好多 志足盛典 星光大赏 王一博都会出席 还有封面 新歌 跨年 所有这段时间王一博不会进组拍戏 人鱼应该是下个月的安排 王一博一直以来都是备受欢迎的艺人 他的个性和幽默给粉丝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近日 他在打造个人形象时 以独特的幽默风格和讨人喜欢的笑话成功征服了粉丝圈 打破了传统印象 王一博一直以来都有着与众不同的风格 他的幽默和自然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 最近 他在粉丝圈中打造的形象更是引人关注 他以别出心裁的方式突破传统形象 用幽默风趣的笑点引发了粉丝们的欢笑和喜爱 王一博的幽默感成为了他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总是能够在不经意间带来欢乐 让人们感到轻松愉快 他在打造个人形象时 不具一格的幽默风格成功地打动了粉丝 让人看到了他别具一格的魅力 此次他在塑造自己的人设时 以一种别开生面的方式展现了自己的幽默才化 他的笑点精准而不失温暖 让人不仅感受到了他的幽默 更加了解到了他可爱的一面 这些幽默耿既温馨又有趣 成功地营造了他与众不同的魅力 王一博的幽默风格给粉丝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在塑造自己的形象时 不仅展现了自己独特的魅力 也成功地赢得了大家的喜爱 他的幽默感和讨人喜爱的笑容不仅在工作中表现出色 在个人形象的打造上也是别具一格 这种独特的魅力让他成为了粉丝们心目中的阳光偶像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